这是一个属于剑与魔法的强者事情 勇者大 而此时此刻 女魔王正对所有种族 发起了绝对的挑战 然而 在女魔王碾压般的实力加持下 魔王军的进攻势如破除 各族王城被纷纷击 又只剩下人族在顽强抵抗 但随着人族的内部叛怀 王城的最后一道黄线也彻底崩坏 人族宣告战外 就这样被称为史上最强的魔王伊丽莎白 正是登顶这个世界成为这里唯一的王 伊丽莎白也以为你这样就真的赢了 未来依然属于我们这边 传说中的勇者会将你彻底击败的 阿罗老师 请你弄清楚状况 现在女王大人不是征求你的意见 而是命令啊 明白了吗 我背 你这个是负赢敌的人族半徒 王妃 我还把你当作传说中的勇者来没有 废话真多 既然你如此怀念我那没用的父王 那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好了 平手 你说未来会站在你那边 本王终将失败了 陛下 卑微的人类啊 你最好给本王几事清楚 否则 本王有一千种方法 能让你比死更迟 没错 在未来世中我看到了 从传说中的勇者拔出圣剑之时 就是魔族同志的结束之日 圣剑 就是插在大殿石台上的那马 这个秘密 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我是绝对 不会出卖人族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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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传说中的勇者拔出此剑 就能获得挑战本王的资格 有趣 那本王就在此地 好好恭候他的到来吗 在女魔王绝对的统治之下 各个种族之间的一切守旧和不平等规则都被废除 所有人都能平等相处 没有了纷争 大家都安居乐业 发展所长 很快 勇者大陆 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盛世 甚至因为担心难得的绝平为错 还出现了反勇者联盟 坚决反对所谓传说中的勇者的道路 所以 关于传说中的勇者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吗 回陛下 清灵族已经发动所有树木昆虫去寻找了 也依然找不到丝毫 关于传说中勇者的消息 在收集情报这方面 我们矮人族不太擅长 但根据各个武器商店的集中反馈 也并无发现可疑人物 吴认为 即使那位勇者真的出现 也不过是妄想以一己之力 对抗我们所有人罢了 根本不足为据 那里是多德 你刚来所以有所不知 陛下不是惧怕那位传说中的勇者 相反 陛下很想他到来 当初 为了应对那个预言 陛下可是把各种估计魔法和战斗术 都彻底研究了个遍 只要陛下愿意 瞬间就能让整个勇者大陆灰飞烟灭 都怪巴罗那个白痴 什么未来事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有陛下的统治 是我们所有人的福气 传说中的勇者就让他去死吧 反对勇者 反对勇者 真是一说巴罗 巴罗就到 反对勇者 反对勇者 拥护魔王大人统治 反对传说 勇者到来 给本王好好解释一下 那个预言中的勇者 其实 未来事 也不一定准确的 当对象 是远超预言所理解的存在时 正如 殿下你 没错 拿那种无聊的预言 套拥在陛下身上 已经是天大的冒犯了 陛下根本就不必解怀 微臣最近有新的研究 滚一边去 遵命 一群废 本王登顶世界之天 知天下之牛 不是为了等那个传说中的勇者来挑战 然后沦为他成名的垫脚石的 本王参透勇者大陆所有魔法 即经千心万鬼 才创造出灭石魔法 来等候你的挑战 现在你居然连人影 那本王所经历的痛苦 岂不就是个笑话 好 既然你不来找 陛下 你该不会想要 不要啊 陛下 那就由本王来找你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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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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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深渊魔法 强制传送 魔王大爷 求求你 请让我继续侍奉你所有吧 我的主人 一丽下班 唉 种田真是快乐 我叫乐平 现实中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生活平淡无奇 不爱打游戏也不爱看动漫 唯一的乐趣 大概就是在通情的路上 刷刷自己喜欢看的短视频 接下来 教一下大家正确的是非方法 首先不同种类的 从胭脂酸酸开始 这就是螺丝粉的制作权过程了 这只兔子好像中暑了 我们带它到河边看看 唉 真羡慕啊 要是我也能过上这种生活就好了 然后 我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了 在新手系统的指引下 我慢慢学会了这里基本的生存技能 其实关于异世界的事 我真的一点也不了解 不过也无所谓了 这样的田园生活不就是我想要的吗 感觉身体比上班的时候健康多了呢 玩家也好 经过这段时间的新手培训 你已完全符合离开新手村的条件 请开始你的冒险了 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 为什么非要离开这里呢 离开新手村之后 你会遇到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其他人 你可以拜他们为师 学习各种剑语魔法的技能 成为传说中的勇者 击杀大魔王 所以请开始你的冒险吧 但我根本就不想击杀什么大魔王哎 我只想好好在这里继续生活 不行吗 那当然不行 剿灭大魔王是玩家的任务 请开始你的冒险吧 警告 警告 请开始你的冒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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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一直都在催促我离开新手村 去开始冒险 但貌似他除了弹窗之外 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管他什么大魔王 老子就要这样一直生活下去 因为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时间解禁 可以让新手村完全隐蔽起来 以保安全 而且 节线里面有着一天远超24小时的时间体感 也可以让我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耕田 狩猎 锻造 虽然我对剑语魔法依然是一小朋友 但对于不出去冒险的我来说 这些根本就不懂 我新手任务的积分兑换 从零开始 我慢慢打造出属于自己理想的田园之架 只到某一天 岂有此理 在这个剑语魔法的世界 每天就知道种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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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系统的剑语有言不信 这哪门子是传说中的勇者呀 就只能和本系统的新手积分 去兑换维修工具 一点剑术和魔法都不敢学习 本系统的各种冒险辅助功能 是一点发挥工业都没有 我恨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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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早日 被大魔王杀死吧 于是 系统就崩溃了 然后彻底的消失不见 唉 真好 满完一天 肚子都饿了 柴火好像不多了 先准备一下吧 对 早上出去砍柴的时候 把大众给忘在树林了 唉 不会吧 这个时候 本王找到你 传说中的勇者 突然就要下大雨了 我的衣服还有鱼干啊 好在来得及 不然 我的鱼干和腊肠都要报废了 王材别闹 要下雨了 赶紧回到屋里去 喂 啊 嗯 王材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空中啊 真是够迟钝 还竟敢用东西来称呼本王 啊 不是的 抱歉 刚才我是没看清楚 怎么突然有人闯进来了 新手村不是绝对安全的吗 先用证一下 哎 等一下 你 嗯 嗯 嗯 什么东西突然飞到我手上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受奸而发的事可是无愧之 但其魔力感应至低 甚至连普通士兵都留不上 难道是在隐藏实力 无奈史上最强的魔王一笔沙白 哎 今天 不就要将彻底抹杀 我 魔王 怎么还找上门来了 我可没有离开过这里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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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傻狗 你别激怒他了 哈哈 哈哈 深渊魔法 故种灭绝 我明白了 这不系统所说 勇者和魔王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我不曾离开过新手村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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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 我能还是个新手才记 但终于我却找上门来了 所以 除了任命 我还能怎么样 哈哈 或者说 啊 开始走了 能在这里过上这么一段快乐的时光 我已经死了 最后 就让我和这个家 一起重归于林吧 刚才那家伙冲着本王笑是什么意思 尽管放马过来的 岂有此理 狂妄的家 受死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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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毛 啊 哎 呀 我跟我说 嗯 啊 啊 啊 好 本王就说 这传说中的勇者竟敢如此傲慢 原来是仗着自己有一只 开了灵智的高气一句 只不过 在耳末夜间 一气结为下腾 是魔法 本王已经没兴趣再去试探 就这样吧 小兵不动 你只能闻闻闻闻 没有闻 乖乖的跟这篇礼物一起消失 这两个密室魔法 被破解了 他在屋里究竟做了什么 尽管来吧 我做好觉悟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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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没想到 到头来 被小乔的反而是本王了 是得以往行 到目前为止 本王也不是释出了不到三成的实力罢了 无理之徒 就让你见识 什么是真正的恐怖 魔神形态 受死吧 我已经死了吧 我这不是还在家里面吗 外面好像没动静了 但那个魔王 不会还在外面等我 那么变态吧 莫财 真是抱歉呢 本王将你引以为傲的模具 给彻底毁掉了 没关系 我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 可以啊 在本王杀掉我们之后 岂有此理 只能让本王站着机械 这就是预言中 我们结局呢 真是抱歉呢 本王将你引以为傲的模具 给彻底毁掉了 没关系 我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在本王杀掉我们之后 岂有此理 却能让本王站着机械 这就是预言中 我们的结局 喂你 你 你没事吧 你要干嘛 啊 可恶 本王居然一败涂地 说的如此狼狈 他没有趁机杀掉本王 而是把本王囚禁起来 是想这样以示天下 彰显自己的威风 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本王吗 居然没效果 又是从未经过的传说级模具 他 究竟还隐藏着多少诗 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一看就不见 看来 这个勇者要比我想象中的 要邪恶得多 是本王轻敌大意了 哎 你醒了 要杀便杀 别妄想本王会向你低头求饶 魔王真可怕 但这是我唯一活下去的机会 一定要把握住 啊 那个 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吗 啊 对了 手铐 我只是以防万一 你也知道你有多恐怖 啊 不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你也知道你非常厉害 嗯 我想我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现在就给你解开手铐 我们好好聊一下 抱歉 从一开始你就已经误会了 你以为自己很厉害 要挑战本勇者的实力 大错特错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 那就满足我的要求吧 这是在威胁本王 那个 我给你解开手铐了 证明我真的没有恶意 说好了 我们好好谈谈哈 现在的处境对本王非常努力 强者能居能伸 本王就先忍着你 之后 本王一定会让你 为自己的傲慢而后悔的 那你先休息一下 大家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我刚才不趁魔王昏迷的时候杀掉他 可这是剑与魔法的世界 身为魔王的他 掌握个复活技能很正常吧 而且杀鸡杀鱼包个汤我还可以 杀魔王这种事 我怎么也做不出啊 要化解勇者和魔王之间的矛盾 并不一定要打打杀杀的 只要我表现出自己对他毫无威胁 跟他交个朋友 那我就能继续开心地狗下去 还在嘲笑本王 但是旺财都烂成这样了 怎么 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最厉害的模具吗 什么模具 就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生活 闲着无聊锻造出来的小玩意儿罢了 也可以这么说吧 旺财是我最近两年才研发出来的 这次轮到你情敌大义 解开手铐之后 本王可以悄悄使用深渊魔法 无限魔力来快速恢复 而你失去了这个最强模具的背部 就以后失去了左肩右肩 实力的天秤已经向本王这笔清醒 把你的东西弄坏 真是抱歉 没关系 记忆卡还在这里 此刻 正是本王消灭你这部传说勇者的最好诗迹 也是 是魔法 但我提前做了很多在这里 所以真的不用介怀哈 作为陪伴还挺好玩的 但有时候也很调皮 所以我一般都只会启动意志在家里 你没事就好 什么味道 我看你晕倒了 所以就给你做了点吃的暖暖身子 弱者才需要进食 本王已经达到了超凡的境界 不需要这些东西 用美食化解干户 一定可以的 这些都是我用自家中的蔬菜粮食做的 纯天然 请你品尝一下吧 好 好吧 用美食化解干户 一定可以的 这些都是我用自家中的蔬菜粮食做的 像发射樱花一般死贱 不加修饰的天然美味 而且蕴含着极高浓度的魔法命能 这个世间居然有如此极品 太好吃了 让本王都舍不得吞下这最后一口 好热 你在食物里面加了什么 我按自己的口味也搞了点辣椒放里头 原来魔王不能吃辣的吗 果然没按什么好心 这个邪恶的勇者囚禁本王 就是想拿本王搬给他做营救的实验 啊 有了 皮带瘦热针 清热下火 一边喂毒 一边给解药了 把本王闻弄于鼓掌之中 没办法 现在这股奇怪的感觉太能受了 可恶 这是 好平静的感觉 好舒服 什么统治世纪 什么魔王勇者 一切纷纷扰扰 都有无关了 放下一切 轻松自在 但也因为这样 我才发现自己原来 如此渺小 居然通过石工 把本王带入到境界之中 在两种极端味道的刺激下 本王的实力 再次突破境界了 别撞了 你究竟想怎样 啊 我就想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魔王和勇者 尝试共存 嘿嘿 终于说出他真正的目的了 这个世界 也只有你够资格作为本勇者的研究对象 来吧 我帮你变强 然后你来尝试击败我 可以吗 我会继续给你做好吃的 来侍奉你 尸可杀不可俗 我堂堂魔王 嘿嘿嘿 想变强的话 我可以帮你 我也很期待 你究竟能不能打败我呢 算了 算了 他还是要杀了我吗 啊 你 给我听好了 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 但也请你搞清楚 本王不是因为巨盘 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追求实力的巅峰 怕我 怕我什么 不过 你是大魔你最大 你说什么就什么吧 还有 别以为本王在这里生活 就会对你低声下气 本王的尊严 绝对不允许被剑的 否则 就算牺牲所有 都要毁掉你 啊 明白 明白 那我们就尝试好好相处吧 要研究 就尽管放马过了吧 还有什么好吃的 本王通通都要 收到 怎么办 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 这些魔王强行闯入 破坏了新手村的保护结界之后 这里的事情 就逐渐跟外界同步起来了 时间同步倒是没什么 糟糕的是 没有了结界的保护 新手村就失去了隐医的功能 彻底暴露在野外 而这里附近出现的魔兽 似乎都不是那么简单了 那又因为魔王在这里的缘故 他们都不敢靠近 这不就意味着 一旦魔王他离开这里 我就 乐平 午饭时间到了 怎么还没好呢 啊 是是是 我马上就来 所以 我必须要得到 我说 马上 跟我一下 你给我吃的这个薯片 到底是什么毒药 总感觉越吃 本王就变得越懒惰 打着美食的皇子 用这些慢性毒药来麻痹本王 让本王彻底堕落 妄想 薯片高热量啊 吃太多会容易积聚脂肪 人自然就变懒惰 脂肪 深渊魔法 部属性转换 很抱歉 让你失望吗 在我体内聚集的脂肪 都被我转化成魔力了 真厉害 魔法还能这么使用 又一个轨迹被本王破灭了 怎么样 很失望吧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吃饭吧 今天的午饭 也非常合本王的胃口 我就不客气了 那个 不够我在做就是了 多吃点也无所谓 看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要跟魔王一直这样猪下去了 他的意思是 你太弱了 养肥在世 还有甜品 我去给你拿 够了 还真的把本王当猪养不成 这一年来 等我们都已经突破了十几次 怎么说也该有挑战你的能力了吧 现在就来决于死战吧 是伊丽莎白你最爱的布丁啊 哇 好爱快给我 好在这个魔王也不是那么难伺候 只要吃的给大卫 就能让他平静下来 剪死裂 我 是凌剑老头 伊丽莎 等下爸爸来托着他们 继续往前 去到城镇就安全了 不行 伊丽莎怎么能丢下爸爸你 自己一个人逃走 听话 我答应过你抹剑 一定会好好守护你的 那鬼鬼话 哎呀呀呀呀呀呀 必须速战速决 使出最强的招式 英雄战 我都不会丢下爸爸你的 死人见识 黑暗工会的使徒不是你能对付的 爸爸也不知道能躲躲他们多久 赶紧走 赶紧走 你管我 快 快走啊 我跟你回去 請你們放過我爸爸嗎 找死 哎 哇 大哥 危險已經解除 剩下這兩個無害的人類怎麼處理啊 這只傷害無害的人類 我把他們帶回去給主 怪物 這個奇怪的地方是哪裡 還有爸爸他人呢 對了 爸爸他受了重傷的 如果不及時救治的話 爸爸 你一定要堅持住啊 爸爸 哇 大叔戀成這樣 應該花了不少時間吧 作為一名戰士 身體素質是最基本的 這就是異世界的戰士職業嘛 真是太厲害了 吵死了 誰讓你這條笨狗把仙杂人帶回來的 哇 好結實 好結實 既然樂平先生你喜歡 那我也不藏著掖著了 百分之百 魂力燃燒 哇 再來 再來 那個 爸爸你 在幹嘛 伊利夫 你終於醒了 爸爸我呀 正在討好救命恩人呢 啊 是這樣的 既然醒了 那就趕緊滾 我警告你 本王先來 那個 那個 難得有客人來 我們進屋裡說吧 實在抱歉 我這裡是農村地方 沒什麼好東西招待兩位 這是我自己炒的麥茶 請 爸爸 這就是你說的 哼了之後就立即痊癒的神奇藥水嗎 太誇張了 之前我就給你餵了點冰涼的井水而已 抓著兩個弱小的人類回來 樂平這傢伙究竟又想搞什麼邪惡的事業 可惡 意思是本王還不能滿足你嗎 雖然 當時我已經意識模糊 但依稀忌的 要不是樂平先生 你出手相救 恐怕我就再也見不到女兒了 那如此珍貴之物 我們真的可以喝嗎 你們冒險者說話真好聽 真的不用客氣 那 多謝樂平先生 這就是 一雷福 我們的魔力等級都直接突破進階了 是啊 连母亲的精灵血脉都得一觉醒 耳朵都长得出来 的确都无所谓了 来 我给你们再签一杯 够了 够了乐平先生 真的够了 乐平先生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我们这种小人物 可经不起这般折腾 好吧 我也很想用零食和饮料来招呼你们 但那些都被伊丽莎白给霸占着 拿走的话 可是会惹到魔王的 其他东西都是本王的 你们想了也别想 没什么可以招呼你们 实在抱歉 已经很好了 话说博斯大叔 你们怎么会被袭击啊 如乐平先生你所见 因为伊丽芙他体内的精灵血脉 我母亲是精灵族的圣女 和父亲相爱之后生下了我 但精灵族向来是 严禁和其他种族通婚的 我母亲是精灵族的圣女 和父亲相爱之后生下了我 但精灵族向来是严禁和其他种族通婚的 哦 所以是精灵族的人正在抓你们吗 胡说 种族之间的通婚禁令 早就在魔王一统天下之后废职了 哎 说来话长 自从伊丽芙的母亲被迫回到精灵圣地之后 我就带着伊丽芙隐居起来了 我明白了 然后精灵族还是发现了你们的存在 所以派人来抓你们 原来是异世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 因为我爱人的牺牲重回精灵族 所以他们已经决定放过我们了 这次追杀我们的是魔狱那边黑暗工会的使徒 魔狱 黑暗工会 难道是 你什么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给我好好讲清楚 魔狱哪里来的黑暗工会 他们抓精灵族做什么 据说是黑暗工会正在做神秘的人体研究 企图复活曾经一统天下的魔王伊丽芝白 精灵族就是他们的素材之一 以至于连未觉醒血脉的我都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都指名到姓了 还说跟你没关系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爸爸 他们在说什么 别躲视 看来短短一年时间 外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谁跟你们说魔王已经死了的 难道不是吗 魔王伊丽芝白已经消失整整五百年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应该早就回来继续统治天下才对 五百年 伊丽芝白在我这才住了一年多啊 那传闻有说他是怎么死的吗 根据违线记载 魔王伊丽芝白是被传说中的勇者讨伐杀死的 据说那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最后传说中的勇者为了保护勇者大陆 跟邪恶的魔王同归于尽了 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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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静 静间 不对 这是单纯的杀意 那个传闻 是假的 是 没错 因为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勇者 系统是这么说的 而他就是你们所说的魔王 伊丽芝白 你们口中那个魔王大人被本大爷囚禁在这里咯 快消灯 够了 我不奉陪了 臭勒平 臭勒平 我明白了 你救这些人回来就是为了羞辱本王 吉人太事 勒平先生 拉脚了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我也不知道啊 都先冷静一下吧 看来 在伊丽芝白打破时间前些之后 导致这里的时间变得紊乱无序 直到完全同步 外面都已经过了五百年了呀 没想到五百年前的真相居然是这样 魔王跟传说中的勇者相爱 于是放弃了天下而选择隐居起来 就跟爸爸妈妈你们的经历一样啊 噓 我们根本就没资格跟他们相提并论 乐平先生说冷静一下 应该是在想要不要放过我们 你别再乱说话了 但如果乐平先生要杀我们的话 当初 为什么还要救我们呢 就像他们随便给我们盛查 突破进阶 又差点就要扼杀我们一样 在他们眼中 我们跟蝼蚁无异 要杀要留 全凭他们心情 这么晚了还没睡 在干嘛呢 还没睡的话 来打牌吧 打牌 我刚才说的规则都清楚了吗 大概明白了 正如爸爸所说的 这是乐平先生对我们的测试 决定杀不杀我们 那么我开始分牌了 乐平先生 我都得问一句 这个游戏 叫什么名字啊 这些牌 这些牌渗透着一种不祥的气血 正如爸爸所说的 这是乐平先生对我们的测试 决定杀不杀我们 那么我开始分牌了 乐平先生 我都得问一句 这个游戏 叫什么名字啊 这些牌渗透着一种不祥的气血 哦 这可真难道我了 让我想想 斗地主这个名字 估计这个世界的人不太好理解 有了 就叫做斗恶龙吧 斗恶龙 什么 斗恶龙 这家伙究竟像怎样 差不多意思吧 两位勇者要合力把恶龙给斗拜 我们可以根据抽到的手牌来决定 做勇者还是做恶龙 果然没错 这是对我们的考验 我现在开始分牌 记得想清楚再选择 看看我的手牌先 你们也快点吧 毕丽弗 现在已经轮不得有半点犹豫了 拿牌吧 是 又是精简 不行 单单拿起手牌 这已经失去所有魔力了 爸爸 对不起 我 没事的 剩下的就给爸爸 你们有人想当恶龙吗 虽然大牌不多 但还是很顺章的 而且还有大小王 不错不错 可以拨一下 要是再来一条四根两条A 这把就稳了 我不当 我也不当 你们真的不当吗 那我就不客气了 啊 就这 乐平先生是对我们的表现不满意吗 我先出牌 一个八 到你 我是大叔 只要我们通过这个考验 乐平先生就会放过我们 所以不能放弃 这是 这是 每个手牌 原来都是以生命力作为代价 一个J 爸爸 爸爸没事 都交给爸爸 我 过 除了 除了王炸之外 七到Q的顺子 三个四带队伍 还剩十和Gin 对于拆不拆好呢 拆了对面一张二打下来 我就很被动啊 算了 我也过 真的不要吗 不要 乐平先生 这是故意要我继续出牌 消耗我的生命力 现在这个情况 我只好把牌都尽快出清 根据规则 这个组合牌应该叫做飞龙 这次代价是一条嘴 出牌越大 代价也就越大 什么 原来打出组合牌 是会发起攻击的 我刚才冒犯了传说中的勇者 死定了 死定了 打得好 乐平先生 你 我不要 你继续 好 我明白了 一个三 我 他轮到我了 十 要不起 六七八九十 高Q 顺子 哦 哦 哦 嘿嘿 六七八九十 高Q 顺子 哦 你支撑啊 一人 他呢 要不及 要不及 好的 那接着是三代二 哎呀要不及 等一下 我要 爹呀那是要付出生命力作为代价的 我不能总是躲在后面 我也要守护罢了 三代二 比利福你还好吧 我没事 适当的时候拆散自己的牌 也要守护好队友 没错 最重要的是决心 没想到他们打牌这么快就上当了 决心 只不过太迟了 乐平先生 不妙 这不强的预感 王杖 混蛋 这召唤出来的是 鬼鬼祟祟 在偷看什么呢 小心本大爷杀了你哦 瞧不起谁呢 本王这段时间放下尊严接受喂养 勉强到达的三星魔神器 乐平这家伙随随便便就召唤出来 伊利福 对不起 爸爸无能为力 这怎么能怪爸爸呢 都怪我 蛇恼了乐平先生 我的生命力在疯狂流逝 呃 我是大叔 你没事吧 看来他的伤势还没好啊 那书的牌早就可以赢了 原来是在让着我陪我玩而已 懵懂得我还以为自己很厉害 实际上却是打扰到别人休息了 玩得真开心 早点休息吧 打扰了 传说中的勇者 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我们还活着 岂有此理 跟这两个人类打牌是家 血击会敲打本王才是阵 波斯大叔 你们真不多待两天吗 我种的水果快收成了 不能再打搅二位了 乐平先生的大恩大德 我父女俩 莫持难忘 哎呀呀呀呀 不要说得那么严重 请放心 出去之后 我们一定不会乱说话的 乐平先生 你还送了我们这么珍贵的礼物 哎呀呀呀 就普通的卖池 别嫌弃 啊对了 还有这个 也给大叔你作为纪念吧 啊 这 你拿去吧 我的排气太烂了 根本就不适合 喂 赶紧 给我 苦温 拜 好了 一切恢复正常 去给本王做饭吧 没事 走啊 救 救一下啊爸爸 我不行了 这些是传说中勇者的游戏考验 然后是魔王的威胁 我 以丽莎白命 明天立即离开这里 并且不得向外透露 本王与传说中的勇者 在这里的任何消息 怎么样 但凡你们有丝毫违背本王的想法 你们脖子上的骤印 将让你们立即人头落地 历史的真相竟然是 统治天下的魔王大人 跟传说中的勇者乐平先生 厌倦了世间的纷争 不想再被打扰 爸爸 这个地方有点眼熟啊 嗯 咦 我们跑了有这么远吗 把他们送回这里 应该就不会再打扰了古人 跟那个兄女人了吧 我真是太机智了 海洋工会使徒的尸体都还在这里 把他们送回这里 应该就不会再打扰了古人 跟那个兄女人了吧 我真是太机智了 海洋工会使徒的尸体都还在这里 附近应该还会出现各种高级魔物 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吧 哇 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不 管他呢 免得回去要被那个兄女人给装一顿 那 那是 大使徒 大使徒 实力差距太大了 让我跟他们离开吧 妈妈 你快走 没错 实力差距的确很大 但见识过那二位的境界之后 眼前这些使徒又算得了什么 正如乐平先生所说 大牌最重要的就是决心 爸爸曾经也是被称为铁胆博斯的勇者 自从你妈妈回到精灵部落之后 爸爸一个人带着你 就开始变得畏畏缩缩 爸爸错了 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这次我们能渡过难关 我就带你去精灵部落 把你妈妈带回来 一家团聚 就像爸爸我当年一个人去追求你妈妈一样 卡牌召唤 刺杀剑神降临 妈妈 冲牌 死 死 爸爸 我看来 爸爸应该转职了 好在最后 我终于领悟到了乐平先生给我的提示 决心才是发挥出卡牌实力的真正关键要素 这次 勇者大陆诞生了一个新的职业 卡牌大师 魔法世界真好 我的水果杂交混种法取得了大成功 就是没有人分享 丰收的喜悦也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 魔王 战士 精灵 原本以为自己安安分分种田就很满足 但当什么都有的时候 又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内心就开始躁动不安 想去见识一下 人嘛 就是这样 得一想二 不过我那么弱 还是算了吧 一脸闷闷不乐 在想什么呢 我想出去看看 不过还是算了吧 我太弱了 终于想离开这里了吗 那就陪本王出去一趟吧 外边的世界是比不上你这里 但你这个态度也太臭屁了 真的吗 如果有女魔王的保护 那就另当别论了 少废话 换衣服 不得不说 你做饭跟做衣服的记忆都十分了的 那当然 这可是我最擅长的 传凤之门 不发吧 穿过这里 就能去到附近最近的小镇 哇 好方便的技能啊 等等 玉丽莎白 我想问你个事 在外面见识完之后 你还会跟我回来的 对吧 那个 我也没别的意思 你要离开 当然也是可以的 这样说 会不会冒犯到他 只不过 失去魔王的庇护 我这片田地 纷纷住被附近的魔兽 踏平 等等 玉丽莎白 我想问你个事 在外面见识完之后 你还会跟我回来的 对吧 那个 我也没别的意思 你要离开 当然也是可以的 这样说 会不会冒犯到他 只不过 失去魔王的庇护 我这片田地 纷纷住被附近的魔兽 踏平 出去之后 你要是想逃跑 我也是能理解的 你以为本王是那种 打不赢就选择逃跑的 鼠辈吗 我当然会跟你回来啊 在正式打败你 这个邪恶的勇者之间 我对其他一切都没有兴趣 真的吗 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作为你刚才对本王 无礼的赔罪 什么要求 果然 让他不高兴了 怎么突然靠近了 回来之后 你用新收传的水果 给我做一份 超足量的布丁 布丁 不然呢 赶紧走吧 啊 没问题 这就出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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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啊 这就是一世间啊 一世间啊 快看 这边是贩卖装备的店铺啊 还有这边 卖食材的 不过这好像是普通的猪肉啊 五百年过去 外界的变化好像也没有多大 是啊 看起来也没有博斯大叔说的那么混乱嘛 哼哼 那还不是因为本王执政时的底子打得好 我跟你说 原本的世界各种势力割据 冲突不断 是本王用绝对的实力把他们都镇压住 并且定下了所有人平等相处的大规则 所以说 真正拯救世界的 是本王 而不是你这个所谓的传说中的勇者 岂有此理 竟然不把本王过去的功绩放在眼内 好精致啊 缝纫的线口细节处理得非常好 是小妹妹你做的吗 没错 如果哥哥喜欢的话 我便宜点卖给你 喂 谁允许你在这里摆摊的 臭丫头 你们教堂前我们帮拍的保护费还没上交呢 还好意思来我的地盘摆摊 和你解决 你们从来就没有保护过我们 凭什么要给你们交保护费啊 呵呵 白痴 从上个月开始 这条街就属于我们猛兽邦的势力范围了 以后想在这里生存 就必须每个月上工 才不是呢 教堂是修女的 等修女回来 你们就等着被收拾吧 嗯 你这个蠢货 是完全搞不清现状是吧 行 老子今天就把你们那群孤儿赶走 拆了呢 货教堂 住手 嗯 小子 你想做什么 呃 那个 我 多管闲事 又想去玩弄这些弱小的平凡人吗 伊丽莎白 快帮帮我 不要 本王可没有你那样的低级恶求 啊 喂 老子问你话呢 伊丽莎想做什么呀 啊 有了 大家快看 这个猪头欺负小女孩啊 快来谴责她 谴责她 哈哈哈哈 你不会真以为有人会站出来帮你们吧 这条街谁不知道我们猛兽邦啊 嗯 看川主 是从南边来的异乡人吧 嘿嘿嘿 你身边的牛不错呀 哎 等等 万事有商量 那求求你们千万别惹她 废话少说 难得 给我暴揍一顿 女的 就抓回帮派囚禁起来 真以为是个人就能囚禁本王 废话少说 男的 给我暴揍一顿 女的 就抓回帮派囚禁起来 真以为是个人就能囚禁本王 你可真是才能到无法了 早 早突然就变天了 不要啊你会回到整个城镇的 嘿嘿嘿嘿笑笑气 笑笑气 笑笑他们就好 你又怎么会跟普通人叫真呢 啊嘿嘿 看在你的份上 哇那个姐姐的魔力好强大 啊过过云雨吗 你你俩要为这群教堂的孤儿抢出头吗 咋回事啊 怎么突然之间对着他们 我会心里打触呢 要不这样吧 你告诉我 要收他们的保护费是多少钱 嗯 两两个月 一共十金币 哼 区区十金币就让你们一群人鸡飞狗跳的 愚蠢至极 咦对了 伊丽莎白 你一定有很多金币吧 废话 我所拥有的财宝简直多不胜数 要不你先借我一点 之后我把家里的菜拿出来卖掉 就还给你 白痴 你要用本王的食物去换那些没用的东西 那可不行 何况 我来找你的时候 金币什么的根本就没带上 那你说啥呀 喂 你们到底有没有啊 那个 金币没有 用我包里的土特产来抵一下 行吗 耍老子是吧 玩够了吗 谁干的 拿到钱就赶紧滚 别再骚扰我朋友了 啊 原来是剑圣公会的迅雷之杀起 行 给你个面子 我们走 下个月你就没那么幸运了 谢谢你们 刚才真是谢谢你 我这里有点水果 不嫌弃的话请收下吧 小事一桩 不用客气 不过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请你们跟我搭档做一件事 搭档 我能帮你做什么事 我们换个地方说吧 这事要是能成 相信也能解决你们资金上的问题 本王没兴趣 乐平 我们走 直接拒绝不好吧 别人刚才帮我们解围 先去看一看 你姐姐 你要外出吗 你们先回去教堂 我很快就会回来 进去酒馆之后 请跟进我 喂 妮儿 你身边的男人 一看就是个废物 要不要来本大爷这里呀 再说一遍 都怪你 非要搁来这种破地方 浪费本王的时间 啊 到了 这边请 进去这个包间 就没有闲杂人等打扰我们了 我回来了 主人 你终于回来了 人家好担心你啊 都想出去找你了 主人 摸摸桃 摸摸桃 主人 下次出去带上我嘛 忘记跟你们说了 我几位老婆也在这里 几位老婆 我先来介绍一下吧 首先 我身边的这位是袈裟 她的职业是顿战士 然后是刺客职业的洛洛可 和法师职业的格力 最后是格力亚 她是一名非常了不起的精灵射手 精灵族啊 话说我前段时间 也遇到过一个带有精灵血脉的女孩 行了 别再扯家常浪费时间 有什么事赶紧说 我们要走了 主人 这个女人什么来头啊 她的态度真上人不说 本王的态度就是这样 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真是够搞笑的 还自称本王 主人 这个女人脑子没问题吧 看她耳朵的形状 应该又是个带点精灵血脉的低等混血吧 在本小姐面前转什么呢 非要自取灭王 那就怪不得本王了 给 不爹 幸好我早有准备 其实我们是从很遥远的一个无名部落 出发来这边旅游的 她是那边的公主伊丽莎白 而我是她的仆人乐平 怪不得行为举止那么奇怪 原来是个没见过世面的部落公主 啊 名字还叫做伊丽莎白 是魔域那边信仰魔王的土包子部落吧 因为是第一次出来 文化差异比较大 所以她还在适应当中 这样一件事应该就可以说得通了 行吧 我们先说回正事 我想邀请你们三个 跟我们组队去一处宝藏库本 刚才在街道散发出来的恐怖魔力 可不像是一个偏远部落公主所应该拥有 难道 宝藏副本 安妮妹妹 你知道什么是宝藏副本吗 安妮妹妹 你知道什么是宝藏副本吗 宝藏副本 据说是远古的强者 为了隐藏某些重要的东西而剩下的魔法空间 一般都是非常隐蔽的 没错 我也是花了很多心血 才得到这个宝藏副本的消息的 不过 开启屏障的条件 却是人数要达到八人 这样啊 所以杀起前辈 你找我们是为了凑人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不去赢吧 怎么了 宝藏副本那么珍贵 可以去不应该很开心吗 乐平哥哥你有所不知 宝藏副本一般都是超高难度的 而我 只是一个区区四星模式 过去就是送死 这样嘛 其实我连魔力等级什么的都不太了解 这个可以放心 你们只要帮我凑够人数的条件就可以了 进取之后的战斗就交给我们 最后获得的宝藏也少不了你们的 估计 你们至少也能分到个几万金币 主人前几天一个人就击退了几个小卢走哥利亚的黑暗使徒 实力可小而知 啊 几万金币 真的吗 那么教堂的财政问题就能解决了 伊丽莎白 那我们就帮他们凑个人数 可以吗 行行行 你做决定就行 别打扰本王小生每回的布丁 水晶球 这次蛤蜊的测磨水晶球 只要把手放上来 就能测出你体内的魔力等级 哇 看上去好厉害 但八七六九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能将魔法等级具现化成数字的水晶球 八七六九对应的 应该是魔灵级别了 我的魔力等级是四星魔灵 我几位老婆都是四五星的大博师 既然大家要搭的 就应该知根知底 好做配合 三百 我刚刚转值的时候 都不止这个数值了 未尝抱歉 我的魔法等级怎么也上不去 让我也试试看 这些年虽然我没有学过魔法 但作为传说中的勇者 我的潜力应该也不低吧 灵 就算是纯武术的使用者 也不至于吧 嗯 果然 一直在耕田中地的我 又怎么会有魔法 我这辈子是跟魔法无缘了 那你会些什么 总不能真的什么忙也帮不上吧 擅长的有啊 我种田比较厉害 说起这个 这是我最近收成的水果 大家来尝尝吧 嗯 果然是个偏远地区的土包子 你留着自己吃吧 你 真的只是一名 普普通通的仆人啊 请伊丽莎白小姐 你也来蹲一下 伊丽莎白 你就配合一下吧 烦死 非要本王陪你一起 去戏弄这些无知的烦人 啊 啊 伊丽莎白的魔王实力如果暴露了 肯定会一起大骚乱的 嗯 那个伊丽莎白 知道了 难得出来一趟 就陪你玩玩吧 哇 八七六八 这跟仁马哥哥一样 是魔灵级的实力啊 不会吧 这个女人居然也是死心魔灵 嗯 还好 厉害 真不愧是王国的公主 有了你们的加入 我们的成功率将会大大提升 哼 仁马哥哥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那个宝藏副本 第一次出门就遇到这样的好事 可以跟着长见识了 蛤蜊 是的 主人 传送玄雄 开 哇 又是传送魔法 太厉害了 我 我晕传送 这个气息是 事不宜迟 我们进去宝藏副本吧 我不想去了 乐平 回家 喂 你这个女人搞什么玩意儿 都来到这儿了才临时变卦 你知道那定位卷轴的制作 要花我多少水晶和魔力吗 你要是不进去的话 也别想离开这里了 谢谢 大家都别冲动 听我说两句 那么难得来到这里 伊丽莎白 你就带我去见识一下吗 求你了 伊丽莎白姐姐 你有发现吗 山洞里面 有一股跟你很相似的魔力 伊丽莎白姐姐 你有发现吗 山洞里面 有一股跟你很相似的魔力啊 跟伊丽莎白很相似的魔力 什么意思 借过一下 相信我 里面无论遇到什么危险 我都会保护你的 请跟我一起进去吧 伊丽莎白小姐 行吧 难得出来 就陪你去玩玩 还不赶快跟上 啊 啊啊 哇 姐姐又合上了 我们不能原路返回吗 废了 在这种特殊的魔法空间里 除非你比射下姐姐的人 更稳强大 否则是不可能 通过传送魔法离开的 所以 找不到目标地 去达成姐姐射下者的要求 他们谁也离不开这里 只要有主人带着我们 就一定能拿到那个东西的 喂 别乱说 格丽亚姐姐 你们说的那样东西是纸 啊 当然是金币财宝啊 放心 少不了你的 不过 前面的这些岔路 我们应该怎么走 主人 需要分队行动吗 暂时还不需要 格丽 用内招 好的 主人 魔力探索 看我 很快就能找到宝藏所在的最短路线 呵 胡痴 格丽 迷宫里的情况怎么样 主人 这个迷宫仿佛没有尽头一样 我把魔力延伸到极限了 丝毫没有探索到边缘的迹象 不会吧 格丽的魔力延伸集中距离 可是有三宫里那么远的 要不使用我的精灵占补 只是准确率只有34% 我建议还是分小组来行动吧 我可以使用分身术来支援 伊丽莎白 其实你知道怎么走的 对吧 那当然 这迷宫不过是一个表象 这些无知小辈 想要探索尽头的话 是永远走不出去的 那要不你出手帮帮忙 我们也好尽快还他们一个人情 不要 本王现在改变主意了 就想跟你一起 看着他们自生自灭 走第三个山洞 应该可以到达目的地 安妮妹妹 你怎么知道的 其实 我也是猜的而已 因为那股特殊的魔力 就是从那个方向冒出来的 胡说八道 你说的魔力 我怎么没有感受到 区区一个四星模式 就别在这里乱发表意见了 对对对不起 虽然没有探到底 但根据已知的探索 走最后一条通道 遇到的魔物是最少的 主人 我们应该走这边 你们怎么想 我还是认为 分晓对行动比较合适 我觉得还是挺蛤蜊的吧 即使最后走错了 我们一起返回就行 起码是最安全的 没错 主人 请相信蛤蜊 好吧 那我们就一起行动 走最后的山洞 不行 走其他的都可以 唯独最后一个山洞不行 不偶魔法 色惠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一种气生性魔兽 一般在巨大的魔物体内 比较常见 你说那边魔物比较少 该不会探秘到的 是他肚子里的尸体吧 可恶 就让他们自己 在这里慢慢纠结好了 我们走 你肯带路就最好 但是伊丽莎白姐姐 我也不确定 那个方向就是对的 等 等等我 主人 我用分身线跟上去 搜集情报 不必 刚刚才见识过 你太如虫的恐怖 没有底气的话 他是不可能 如此大人就做出选择的 看来 这个伊丽莎白的背景 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跟上就行 你们那边都解决了吗 解决了 但这一路上的魔物 是一波剑一波 根本就没停过 伊丽莎白 现在安全了吧 真是拙劣的眼睛 都怪你 看把我们都带到什么样的路了 一路上都是魔物 魔灵越浓郁的地方 自然就会聚集越多的魔物 这个你不会不知道吧 可以你还是个法师 这个我当然知道 但你这个四星魔灵 明明有能力 只站在一旁冷眼旁观 可恶 这可是出发之前你们说的 遇到魔物 都是你们来解决 何丽 冷静一下 可恶 信死人了 没关系的 能给伊丽莎白小姐保驾护好 是我的荣幸 哇 怎么回事 我的魔力等级 在不断提升 是篝火表演啊 厉害厉害 没想到大家都这么热情啊 一世界的文化风俗真有趣 出来走一趟 还能看到人马跳舞 直了 直了 无聊 乐平这家伙 知道他们在往前走 就必死无疑 所以提前给他们增强一下 好让这个游戏 都以继续下去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的魔力等级 怎么一下子就暴涨了那么多的 因为他们吃了乐平哥哥给的香蕉 什么鬼话 你以为那破香蕉是泡过上水的吗 古力 就是那根香蕉是我们突破间接的 我 你居然健身到了两星魔灵了 刚才 我们吃下香蕉之后就进入到境界 莫非那香蕉 是被魔尊级的强者附了魔的 就连我都连续突破三个截 直接晋升三星大魔灵了 简直难以置信 乐平先生 你给我们吃的香蕉究竟是什么来历 啊 怎么了 啊 没什么 就是突然被你这么一问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那就是普通的香蕉啊 普通的香蕉 不可能 啊 对 应该说它是杂交作物 不过 请相信我 虽然是杂交的 但过程都是纯天然的无际种植 也只有在这个充满魔法的异时界 才能让我搞出这样的生产方式了 既然主人说有效 我们也赶紧吃了提升魔力等级吧 呸呸呸呸 这死灵就是画的 是共识性 眼镜妹 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吗 伊丽莎把姐姐给我讲了 那都是我在魔法书籍中学到的 共识性 什么意思 修女的魔法书籍中提及过 特殊的宝物通常都要在特殊条件下使用 才能发挥出效果的 我猜 刚才乐平哥哥的香蕉 是要三个人以上同时进食 才会产生效果吧 少在这里不懂装懂的 没看到他自己的吃了吗 这样你又怎么解释呢 这个 对不起 我也不太知道 除非 使用者的实力完全凌驾在宝物之上 那所谓的宝物 对他们而言 就不过是一件普通的东西了 喂 别用你那双眼睛打亮本王 对不起对不起 是 说不定是因为我的精灵药水 长期积累起来所产生的效果呢 乐平先生 你背包里的水果可以再分我一点吗 主人 你居然像了他们的鬼幻 当然可以 分享才是收获的最大喜悦 不行 这些是本王等一下要吃的 休息够了就赶紧出发 这趟旅程差不多要到终点了 抱歉 杀鸡前辈 等有机会我再好好招待你吧 没事 你们先走一段路 我跟我的老婆们再收拾一下就追上 不一起启程吗 乐平 快点 好 那我们在前面会合 等一下见 主人 要不要把那个背包抢过来 说不定 说不定他们还藏着什么更好的 不着急 现在还不是时候 一般人怎么可能会把如此珍贵的博物随随便便带在身上 所以 她绝不会是什么偏远部落的公主那么简单 最近四大势力之一的亚里士多德王国正在以超高的悬赏金额搜集失踪的公主的消息 我没猜错的话 那位公主现在就在我面前了 你可 这个机会把公主变成我的女人 到时候我就能快让亚里士多德王国的势力 到时候得到的又何止是眼前这些魔法水果 就让我用这个 向你彻底征服 主人身上突然散发出迷人的费洛蒙啊 都怪我们还未能够满足到主人 主人 伊丽莎白 这迷宫是越走越暗 真的有出口吗 我已经说过 迷宫只是表象 已经快到了 格力 冷静一下 可恶 气死人了 没关系的 能给伊丽莎白小姐保驾护航 是我的荣幸 混蛋 这个贱女人不仅害我丢人现眼 还敢勾引主人 主人 要不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没错 这么长时间的战斗 我们需要休整一下 不行 本王可没有多余的时间在你们身上浪费 你差不多得了 有本事你就自己继续走 没错 要不是我们挡住各种魔物 你能这么轻松吗 伊丽莎白小姐 请听我说 大家还是先在原地休整一下比较好 喝点精灵药水也能恢复状态 精灵药水 怎么 你想喝 没试过 想尝一下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说不定对我的烹饪有什么新的启发 我看你是好东西吃多了 想体验一下那些普通的东西 好吧 哥利亚的精灵药水 效果就是好 啊 总算恢复过来了 就是不知后面还有多久才能找到宝藏 这是本小姐特别调制的精灵药水 喝下可以提升各种状态 你这么厉害 应该不需要吧 哥利亚不得无礼 是的主人 哇 一粒沙巴你不要吗 那我就不客气了 原料的草青味太重了 看来是我喝不惯 安妮你要喝吗 谢谢乐平哥哥 但我都没怎么消耗过魔力 不用了 给你们这些魔法笨蛋喝 就是糟蹋好东西 没人喝 那就倒掉好了 可恶 你倒掉本小姐的精灵药水算什么意思 你说呢 不要吵不要吵 我也请大家吃点东西好了 应该没压坏吧 啊 之前就想跟大家分享的 但一直没机会 给 下机前辈 谢谢 谢了哦 香蕉刚好分完 阿妮妹妹 你吃苹果可以吗 真的给我吗 是的 怎么了 苹果而已 不至于哭吧 我可以带回去 给弟弟妹妹吃吗 我儿院里的他们 很久都没有吃过新鲜水果了 原来是这样 当然可以 等我回家之后再给你多摘点送过来 保证每个人都能吃得上 这 这种烂水果 谁像啊 就是 这能跟我的精灵药水相提并论吗 就当时先捏捏肚子吧 等拿到宝藏出去之后 我请大家吃好吃的 说是哪里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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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三八五 一七三八五 拨开不满 发泄发泄你哭门 一七三八五 弹开不满 让痛快与困扰交换 一七三八五 拨开不满 发泄发泄你哭门 一七三八五 拨开不满 让痛快与困扰交换 1,2,3,Follow me 你去森巴舞 哦,森巴舞 森巴舞 主人,你们在 干嘛 抱歉,失态了 啊,是表演吗 本王明白你的意图了 乐平哥哥 好像有什么东西 正在朝着我们靠近 啥 抱歉 让你们久等了 稍微耽误了点时间 请伊丽莎白小姐 你原谅我 接下来的路程 就让在下 为伊丽莎白小姐 你效劳我 就算是坐到我的背上 也是可以的 滚开 要做我的座器 你还没那个资格 臭女人 别给脸不要脸了 你 看你啊 啊 这是 啊 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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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人命了出人命了 一里下白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测试人形 让自私傲慢者前自我毁力 这是你的第一 明天行 死定了 死定了 我怎么不知道 啊 那我们呢 我相信你们自己会有案子 任你这次机会 来试图清楚这个女人的实力 再不出手了 你的仆人和那个女孩 都会被我吃掉了 现在谁还管得上你啊 合作关系就到此为止好了 你们就乖乖留在万民等幼儿 我鼓励 鼓励 一闪 看我的 不知中心 杀树 哎 哎 哎 这些怪 是怎么杀也杀不完啊 这样下去 会被耗死的 嗯 一只厚灯 看清他们的嘴脸了 还要跟他们继续这个冒险游戏吗 算了吧 来到这里 就算是把人情还清了 接下来如他们所言 就此分道养约好了 万女的世界真是人心火测 还是在村里种田比较少 先使其捧着 再确定他们是否有那些 拯救的价值 是不是 第二 行 那就准备出去 出去 我们到了吗 就在前面 行 那就准备出去 出去 我们到了吗 就在前面 发生什么事了 安妮这边 是的 哇 原来出口是隐藏的巨门啊 哇 原来出口是隐藏的巨门啊 赶紧跟上 赶紧跟上 我们进去吧 哎 赶紧到我背上来抓紧 是 主人 混蛋 别这样就想甩掉我们 啊 太惊人了 耶 嘿嘿嘿 好多金币啊 发达了 啊 啊 我们真的可以带走一点吗 哇 不好意思 借过一下 啊 让开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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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把我真的存在 魔王的甘理 现在我们互不脱见 不求你们感恩 但也别太过分了 是的 没想到 没想到找你们凑人数 还真是帮上大忙 作为感谢 就让你们死得痛快点吧 这是 是 云 云沙白 龙 是龙啊 快看快看啊 不对 还有更恐怖的存在隐藏着 更更恐怖的存在 主人 现在怎么办 你们给我争取点时间 让我去 用他一击沉上 啊 明白 啊 洛洛库 你先去分散他的注意力 放心 交给我好了 分神兽 按杀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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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杀树能赋予攻击弱点击破的效果 但对他居然连刮痕都造成不了吗 让我来 不变形 你上 哈哈哈哈 奏效了 这是我晋升两行魔灵之后 比武道的新招式 怎么会 居然没用 你驾沙姐姐 仙人分身术 虽然不能对你造成什么伤害 只是用来扰乱你的话 应该足够了 王金光报 圈狗的不过是你的话也是理所当然 才唱的就搞你 莫莫凡 召唤 守复主人 太好了 尽量完成 百分之三百选了一刹 我这一剂 就算 弄极也挡不住 什么情况 啊 为什么被他一尾巴扇死了呢 看来不得不使用王牌了 伊丽莎白 干嘛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做 你出手吧 什么 他一早就发现你 不然 怕是会死在这里 少在外人面前没人等我 想用他威胁本望 没门 真正的恐怖还没降临 我们可能永远也出不去了 吉姆吉的雪门 让本王看看 你的魔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啊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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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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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篡改记忆 而强行分散压制了自己的魔力 真是够愚蠢的 都怪我 弟弟妹妹 是我杀了你们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这个样子 简直有辱了吉姆吉一族的血脉 想走出悔恨的牢笼 就给本王站起来战斗 是的 这吉姆 这次我要恍惚到乐平哥哥 说 我 坚拚 , 你刚才对安妮做什么了 怎么换了个人似的 没什么 只是让他接受现实而已 抓住他 黄金风暴 你厉害啊 对了 你刚才说阿妮是什么 极木极血脉 那是什么意思啊 随意杀 大意了吧 这渣子还没死透吗 喂 把包还给我 你们手上的铁牌 这些经济之口是我的了 搞啥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吃 来了 这不断有助的力啊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 这个力量 我就再也不怕圣剑功会那几个老家伙了 黄金风暴 少来碍事 选为之亲 要是再加上这个 老子不敢想想自己会变得多强 无愧是波王的甘霖 我从简理解这一切了 那家伙越来越不对劲了 黄沙白 你快点出手吧 黄沙 我不会让他靠近乐平哥哥你们的 你好 首先排除你这个威胁 你妹妹 接下来就是你 你妹妹 你妹妹 接着说 伊丽莎白一定会救回你的 我知道你在隐藏实力 但不重要了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自愿成为我鱼人 然后带我回去你的王国 助我继承王国所有的遗弃 第二 被我慢慢完成废人之后 再给我当作筹码就换取我想要的 哈哈哈哈 混蛋 李丽莎白杀了他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样的废物扑人说话了 血雷之涕 行 那我不装了 岂有此理 刚才是什么情况 感觉就是老子的体积伤害 瞬间全部被反弹回来 是你 你亲手缝制的衣服 就连本王的魔法都造不成一丝伤害 所以刚才故意吸引那家伙公亲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清诚自取灭亡的苦果吧 我就是传说中的勇者 稍等一下 幸好跟我想的一样 我伺候伊丽莎白 给他提供各种美食 相对的 他会给我提供庇护 所以 只要一天我对伊丽莎白还有利用价值 那伊丽莎白就不会让我死掉 什么危险危难的 在魔王面前 根本就不知一提 谁想杀我 就等于想要打赖魔王的饭碗 我不装了 摊牌了 伊丽莎白就是我的抗生 莫名其妙 少得欲望行了 刚才老子不过是使出了不到一半的实力而已 羽人 面对我这样优秀的种马 你本可以选择更好的部位来享受的 但你非要选择硬扛我的铁蹄 那就如你所愿好了 接下来是权力的一击 有本事 就继续反弹看看 终于睡醒了吗 怎么回事 刚才是那条龙的真身 那老子刚才干掉的事 有尾巴做多么棒吗 那是本王以前经常跟你玩的小把戏 虚空灵运 不 不可能的 老子可是拥有魔王之力 不可能会输的 一颗沙白 这 这是真的存在的吗 你果然早就发现了 这个空间的确是不存在的 飘起来了 飘起来了 虽然魔法是你的弱项 但这点程度 根本就逃不过你的感觉吧 那是能一样 看这么去 主人 真的是你啊 艾米利亚终于等到你回来了 都已经晋升到魔王起 还是这么幼稚吗 所以 本王原本是不想进来唤醒你的 太黏人了 不要吗 不要吗 主人你一生不亢 就走了五百年 你知道人家有多想你吗 啊 我诞生于天地之间 是主人你在失落秘境中找到我 并用魔力将我孵化出来 主人你不仅赋予我名字 艾米利亚 还亲自教导我 训练我 陪我玩 所以 艾米利亚在心中立下誓言 绝对要好好保护主人 为主人下力 长大之后 艾米利亚成为了主人的坐骑 载着主人去赐助讨伐作恶的邪恶之物 再之后 为了给各处不断的战争化上休止符 主人决定要统治世界 看着主人一步一步实现对世界的统治 艾米利亚非常开心 但是 自此之后 主人你脸上的笑容就越来越少 是主人你变得更加强大了吧 艾米利亚 还是帮不到你了 没想到 在艾米利亚替主人你去寻谈世界的时候 主人你就拔出了圣剑 去找寻传说中的勇者 而主人你这一去 就再无任何消息 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十年了 虽然陛下的威名还能威震各方 勉强稳定住局面 但实际上 底下已经开始暗流涌动 犯罪率不断攀升 没错 烧人族这边已经有好几个大酬长宣布脱离部落了 陛下不在 乌鸦治不了他们 所以我们不能再继续坐以待地 否则引患酝酿越久 爆发起来伤害就会越大 我建议大家还是各自前往属地稳定局面 再静候陛下归来吧 吉姆吉 你跟随陛下最久 你怎么看 陛下该不会真的在那个传说中的勇者那边 遇到什么问题吧 不可能的 我见识过陛下的恐怖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人能威胁到陛下的 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而我会亲自去寻找陛下 我同意 大家就散了吧 我会用自己的方法找到陛下的 最后 那些大臣们就各散东西 划分自己的领地了 艾米丽娅对这些没有兴趣 所以 只带走了那杯主人你喝到一般的葡萄酒 然后回到了最初主人发现我的地方 艾米丽娅相信 总有一天 主人你会来到这边的 艾米丽娅 一直等 等待着主人你的归来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艾米丽娅一直等 就是这样 终于等到主人你了 呜呜呜呜 这不挺好的吗 看来 漫长的等待让你学会了放下玩心 雷污了冥思 是你突破到魔王阶的关键一步 伊丽莱沙班主人 不要再丢下艾米丽娅了 原来主人一生不可离开五百年 就是为了让艾米丽娅礼物冥想 突破到魔王阶 哦 主人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艾米丽娅 那个伊丽莎白 先别去救了 快救一下安妮妹妹 乐平哥哥 这是哪里 安妮 你没事了吗 我 我没事 不过 乐平哥哥你给我的苹果 被我压烂了 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没事就好 其切都在他的掌握之内 在分香蕉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铺垫好了 主人 主人 我最爱的主人 可恶 主人怎么一直听到那个男人看 都不多看艾米丽娅两眼 主人 他究竟是谁 他 他就是传说中的勇者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就是住在他的家里 喂 你这家伙 传说中的勇者 就是你这家伙 拐走了主人五百年 现在还想在艾米丽娅这里 夺走主人的心 心仇 就恨 一次给你算清楚好了 你好啊 我叫乐平 很高兴认识你 现在艾米丽娅已经追上主人的步伐 来到魔王街了 如果艾米丽娅跟主人联手 一定可以杀掉你这个传说中的勇者的 勇王巨者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呢 啊 啊 抱歉啊 一时反应不过来 刚才 我那嘴毁灭一座城镇的攻击 却 全部都被反弹回来了 那这次 就轮到我来主动好了 啊 舍不押于伊丽莎白主人的压迫感 啊 她居然可以在气势上压制魔王界的艾米丽娅 不要啊 刚才你主动握手 我没接住 真是抱歉啊 啊 怪不得伊丽莎白你这么淡定 原来这个叫艾米丽娅的龙女妹妹 是你的朋友啊 握手 朋友 也可以这么说吧 不过准确点来讲 艾米丽娅是本王的坐骑 坐 坐起 好奇怪的画面啊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哇 主人 你好厉害啊 那可是艾米丽娅 踏入魔王界之后才能制造出来的领域啊 主人居然毫不费力 就把她瞬间吞噬掉了 真不愧是主人 诶 这么简单就回来了吗 果然 只要抱紧伊丽莎白的大腿 万民遇到的所有危机 都不会是小儿客 夸度太大了 我阴传送 艾米妹妹 洛平 你先送她进去休息吧 我还有些事情要吩咐艾米丽娅 好的 主人 你说有事要吩咐艾米丽娅 请尽管安排吧 艾米丽娅已经迫不及待要为主人效力了 你听说过魔狱那边的黑暗工会吗 虽然这五百年里面 艾米丽娅没有出去过 但在沉睡之前 对魔狱那边的消息还有点印象 哎 我想起来了 是那个人族 叫 维斯 马尔福的家伙建立的 就是 那个人族王子 主人 你有印象吗 马尔福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吧 怎么 主人你要找他来办事吗 有什么 是艾米丽娅做不到的吗 艾米丽娅会学习的 是本王听说这个黑暗工会正在以复活本王为借口 才进行大量的杀戮 此事令本王相当不远 什么 复活主人 主人 你不是很好的吗 简直就是对主人你的大不敬 主人想艾米丽娅怎么做 是让他们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 但你不得透露本王和这个地方的半点消息 遵命 真鬼 事成之后就准你自由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请放心交给艾米丽娅吧 艾米丽娅 现在就去把那个黑暗工会 零根拔起 主人准艾米丽娅自由 做什么都可以 意思是 艾米丽娅可以像小时候一样 每天晚上到钻尽主人的被窝里吗 哈哈哈哈 主人 叫艾米丽娅个好消息 什么玩意儿 竟敢攻击本小姐 伤害渗透到我的表皮了 那实力至少是魔尊级 是危险度极高的木屋 艾米丽娅 必须要为主人消除这种潜在的威胁 检测到目标存活 防御赌机提升着 防御赌机提升着 龙王军御 挑本小姐的对手 你选择对象 what 检测到目标存活 防御赌机提升至三 啥口 那是本王的这 放他离开 食用灯 也露入面容白名的 这个地方好可怕 爱你妹妹 头晕的话喝杯橙汁试试 橙汁的味道可以让头脑清醒一点 谢谢乐平哥哥 啊 美丽果肉都蕴含着丰富的魔力 在爆开的瞬间 仿佛形成一股清新的魔力洪流 打开全身的神经细胞 使疲劳感一扫而空 这 这个感觉 是超高级的神圣魔法吧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别再压抑自己真正的一面了 哎呀 还是家里的沙发舒服 出去冒险这种事 或许真的不太适合我 看样子是都想起来了吧 你先祖曾在本王面前立下过誓言 吉姆吉义族永远效忠于本王 如果你的血脉已经彻底决心 那誓言之力同样会降临到你身上 誓言之力 难道它是 伊丽莎白姐姐 你 你难道是那 那个传说中的魔王 什么这个那个 本王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伊丽莎白 但古籍记载 魔王不是跟传说中的勇者同归于尽了吗 那乐平哥哥你又是 我 虽然有点不好意思 但我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勇者 我明白了 历史的真相应该是这样 当初乐平哥哥你和伊丽莎白姐姐 为了争夺最强之位而引发终极一战 结果 在激战的一个月里面 你们却产生了感情 最后 你们因为相爱 而放弃争夺所谓的最强之名 从此便隐居起来 就这样过了五百年 嗯 差不多吧 哎 什么呀 安妮不要乱说 这也会冒犯到伊丽莎白的 你身为魔族超级战士血脉的后人 居然沦落到这般精力 吉姆吉一族的面子真是被你丢光了 啊 你说安妮是魔族人 应该是六百年前吧 魔族里一个叫做吉姆吉姆吉的小孩血脉觉醒 特征是使用魔力时宜 眼睛会发出红色光芒 战斗力也会随之大幅提升 不过 在野蛮生长的同时 也会变得狂暴无比 只有不断的杀戮 才能让他感到满足 短短几年 他就把本王北边的领地杀得乱醉一团 本王麾下过百位景日 全部都死在他手上 一连串的杀戮使他的野心更加膨胀 居然直接来到魔王城 逛途挑战本王的地 本王很快就将其击败 并且封印了他残暴的一面 自此他被立下誓言 世世代代都将效忠于本王 我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自我即时的那天起 我就已经生活在教堂的孤儿院 修女和弟弟妹妹才是我的亲人 孤儿院里面的所有人 都在你暴走的时候 全部被你杀掉了 你接受不了现实 才幻想出自己在等着修女回来 本王不在 以吉姆吉姆吉的实力 他绝对有资格成为一方霸主 怎么后人却变成这样 他人呢 看来还有很多事情是本王不知道的 罗 弟弟 妹妹 伊丽莎白 我在世纪的时候 不是见过安妮的弟弟妹妹吗 算了 传送之门 直接把谎言戳穿吧 你看看他所谓的弟弟妹妹 究竟是什么东西好了 弟弟妹妹 安妮姐姐 回来陪我们一起玩吧 是安妮姐姐 我们在家里很乖哦 安妮姐姐 安妮姐姐 你快点回来 安妮姐姐 明白了吧 因为你将大部分魔力 都用来维持人偶的仿生 所以你的实力 才会一直停留在魔士阶段 明白了吧 因为你将大部分魔力 都用来维持人偶的仿生 所以你的实力 才会一直停留在魔士阶段 竟然是这样 为了从那些黑暗使徒手上 保护最亲的人而觉醒血脉 又因为觉醒血脉暴走 而杀死了最亲的人 这就是你一直在逃避的真相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的头好痛 我知道你想帮他 但我也提醒你一下 现在只是让他暂时昏过去而已 如果他还是不能控制自己 而放任他回去的话 恐怕整个城镇 都要生灵涂炭 我明白 让我试一下吧 骆平哥哥 是你送我回来的吗 麻烦你了 不麻烦 有伊丽莎白的传送门还是很方便的 你好一点了吗 我全部都记起来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修女 那个杀人魔 是我 错了 你是为了保护弟弟妹妹 你不是什么杀人魔 不是的 不是的 都怪我 怪我暴走之后失去了意识 那个黑暗公会才是罪魁祸首 血脉觉醒暴走而失去意识 并不是你本意 你就不要化地为老了 还差点材料 但弟弟妹妹就是被我杀死的 这个 这个事实永远也改变不了 就像你做的布偶 细节处理确实是不错 但看得出 你因为怕棉花疏漏 而打了很多死结 这样虽然锁死了 但却会让布偶整体失去灵魂 我帮你把死结解开 重新作为材料吧 你把 你把我的弟弟 妹妹 上士比亚说过 别在树下徘徊 别在雨中沉思 别在黑暗中落泪 这是哪里 向前看 不要回头 只要你勇于面对 抬起头来 就会发现 此刻的阴霾 不过是短暂的雨季 向前看 还有一片明亮的天 不会使人感到彷徨 坐好了 刚才那里是 我的内心世界吗 这是我给安妮妮 重新做的布偶 她的名字叫 拉菲尔 天使不偶 拉菲尔 希望她也能 给你带来治愈吧 拉菲尔 这 这个感觉 不会做的 是弟弟妹妹她们 姐姐 姐姐 我们都自由了 你不要再担心我们了 谢谢你 安妮姐姐 你要替我们好好活下去 再见了 来见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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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以前在系统那里 学习过兑换回来的心理治疗相关书籍 啊 啊 不过 为保险起见 之后还是要定期回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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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居然变成了这样 坚持不可饶恕 竟敢把主人的地方搞得如此无言整齐 啊 啊 新鲜的食物送上门来了 谁先杀掉他 谁就能得到肢解的资格 我要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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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腿 我要吃掉他的大腿 脊椎和指甲都是本大爷的 干死的威死 那家伙是把主人的领地当做垃圾场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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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来头啊 竟敢单枪匹马 来黑暗工会挑试 本大爷是六助魔之一的克尔苏加德 让我来会会你吧 六助魔 有厉害的角色招呼 有厉害的角色招呼 好上门儿了 迦娜带领的部队在入侵剑圣工会的时候全圈覆没了 难道是剑圣工会的人炒到这来报仇的 哼 没关系 可尔苏加德去招呼他了 威力啊 你要跟我出去玩吗 闭 不管是谁 就算是剑圣本人也好 敢来这里 他就绝对回不去 本来 我还在为缺少素材而烦恼 没想到 突然就送上门儿了 怎么可能 我的深渊魔法居然全部被破解 连所有模具也都起不到一点作用 情况不妙啊 这家伙的实力深不见底 还是先用传送魔法闪回大厅 给他们传达情报才行 独王之杖 克尔苏加德大人居然被区区一个小孩打败了 那 助魔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两个了吗 和那位大人的苦战过后 现在 他绝对已经身负重伤 我们上位的机会来了 所有使徒全部出动了 用人海战术堆死他就行 麻烦死了 又来一堆垃圾 黄金龙王之咆哮 黄金龙王之咆哮 打错的代价 就是你的性命 听好了 问题是 找到你了 找到你了 维斯 你变得可真丑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我现在太老了 艾米利亚大人 好久不见 主人 不用担心 他的攻击居然伤到父亲打扰了 哦 嗯 搞定收工 啊 真不愧是艾米利亚大人啊 实力又紧一步了呢 嗯 沉睡中的你 怎么会突然苏醒的呢 难道说 你找到伊丽莎白主人了吗 嗯 今季之出手 传说中国王伊丽莎白的坐骑 黄金龙王 只要打败你 那魔物之主的位置 就是属于乌的了 现在你的魔力和四肢 都已经被乌封印在黑暗之海 任你再强大 此刻都不过是呆在高阳 挣脱 想什么呢 啊 无畏的挣扎 嗯 嗯 蠢 想吃掉屋 你知道屋的本体有多大吗 不自量力 你 你 是回 会长 想救救救救救我 我 啊 啊 正好睡醒之后到现在很静时光 我正想 我是被他们逼迫 才不对你加入的 啊 诱惑之吻 诱惑之吻 啊 硬的不行 那就来软的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欠身的俘虏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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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章鱼 居然想在本小姐的肚子里增值 一下子把你消化完了 不仅干掉了副会长那家伙 还伤到了父亲大人 有意思 魔王之力 也放 你别去 也能释放百分之一百 只要释放百分之一百 维斯 你该不会以为带上这几个废物 就能取代主人的位置吧 现在的你 甚至都没资格做我的对手 是魔王节 恭喜艾米利亚大人 你已经晋升到魔王节了 真羡慕啊 作为人族的我 根本就没那么长的寿命去突破 少废话了 你是自己自杀呢 还是你仍然幻想着自己能打赢本小姐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我为斯马尔夫 取取一心魔尊 又怎么可能是艾米利亚大人你的对手 不过 如果加上她的话 情况就不同了 你 你这个混蛋 还差一点点 还差一点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来了来了 啊 嗯嗯嗯 这招到底怎么了 决定了 这么早打扰你了 这是今日份早餐 请享用 有什么事就直说 本王最讨厌拐弯末教 其实经过这一年的相处 伊丽莎白你应该也知道 我对你是没有威胁的 勇者和魔王是可以共存的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了 我想伊丽莎白你离开这里 出去重新统治世界 温宏 我原本以为躲在新手村这里 就可以平静地生活 但没想到 系统所说勇者和魔王的相遇 是不可避免 是真的 我不出去 就导致伊丽莎白你找上门来 继而导致新手村的时间节节受损 外面一下子就过去了五百年 造成现在混乱的局面 没有了伊丽莎白你的统治之后 什么黑暗工会的组织就起来了 波斯大叔和安妮的遭遇 都不过是外面世界失去的一个缩影 别管靠我哥哥 都跟人常我闻个恨复 我承认我这段时间的确非常纠结 因为节节消失了 没有伊丽莎白你在的话 我在这里恐怕也很难继续生存下去 如果我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我当然可以继续心安理得的过自己的生活 但见过外面的情况之后 我做不到在志山市外 而导致那么多人受苦 等等 他刚才说 他没了我就活不下去 没错 所以请你 务必出去再次统治世界 我虽然是个不称职的勇者 但我也不能 再继续自私下去了 要是这里被外面的魔兽踏平 我大不了 就到城里面打工吧 说个儿子 你也想问本王解决下 万元乱七八糟 我问起个儿子 我问起而已 那你就是答应了 我现在就去帮你收拾行李 不 本王对外面的世界已经没有兴趣 他有两个办法 可以解决你的烦恼 混蛋 找个借口去想念本王总 没那么容易 什么办法 一是最直接的 本王现在出去放几个灭世魔法 把问题从根源上彻底解决 你看行吗 那肯定不行 那就第二个方法 重新找个合适的人来统治世界 本王可以从旁叫道 合适的人 那找谁好呢 明知故问 除了本王之外 有这个资格的 那当然是你啊 啊 你说让我 统治世界 怎么突然会变成这样的 给本王认真点 剑术的修炼才刚刚开始呢 啊 是的 是的 就凭你还想跟本王玩 欲据还赢的那一套 太嫩了点 无可否认 在整体的实力方面 你是比本王强那么一点点 但乱帝王学和心理博弈的话 你根本就不是本王的对手 早上你说出让本王离开的时候 本王还真是有种 莫名的不悦 差点让你得逞了 但随后你不经意间说出那句 没了本王你就活不下去的心里话之时 本王就已经彻底把你看穿了 你先知肚明 以我们的实力 不论毁灭还是要统治这个世界 都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而已 没有丝毫意义 所以最恰当的处理 就是放任不管 盛其发展 供我们闲暇时去观察人间百态 以作取乐 至于那个黑暗公会 早已被艾米利亚连根拔起不足为坏 所以你最近天天神不守舍 以至于今天一大早就来本王出来胡言乱语 说什么要本王出去统治世界 根本就是你想找个借口 引起本王的注意 很明显 经过这一年的相处 你已经喜欢上了本王 话说每天挥剑一千下 真的就能掌握剑术 方法也太简单了吧 站在实力的顶点 却又享受被敲打的快乐 普天之下就只有本王 有资格驾驭你这个恶趣味的勇者 虽然本王对谈恋爱 这种无聊的行为是不感兴趣的 但如果对手是你的话 就另当别论了 你有着最强大的生产和创造之力 而本王掌握着最顶尖的剑术与魔法 要是我们二者结合 将会是怎样的存在呢 培育最强之子来打破未灭的限制 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 本王可没有那么容易答应你 先让你去修炼一下最不擅长的剑术 就当做是未来的胎教吧 哈哈哈 什么是笑得那么开心啊 伊丽莎白到底在想什么啊 她是真的打算教会我剑与魔法 让我去消灭那个黑暗工会吗 怎么爆了 哎呀 圣剑变成小孩 笑什么孩 本大爷叫做阿尔法 是堂堂圣剑的剑林本尊 怎么回事 始作俑者就是你 魔王伊丽莎白 受死吧 都给我做些好好说话 真不好意思啊 用了这么久都不知道你是有意识的 你当然不知道 原本就是在俑者讨伐魔王的关键时刻 本大爷才会出来救场的 嗯 但你说你这一年来都跟本大爷做什么了 是劈柴啊 你居然拿本大爷堂堂圣剑来劈柴 你知道这一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你冷静冷静 啊 擅自乱改 剧本跟魔王做朋友 害本大爷落为一把劈柴刀太可恶了 你根本不配成为俑者 喂 你很想斩杀本王是吧 没有了 多怪那个无聊的系统乱设定 现在他都已经嘎了 理论上说哦 伊丽莎白大人应该是我的救命人才对 你这态度变化也太快了吧 算了 既然你出来了 那就好好帮乐平去统治世界吧 统治世界 或者应该说是拯救世界吧 我说你究竟又想玩什么呀 虽然我荒废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我决定 还是要担负起传说中勇者的责任 修炼一下 然后去维护世界和平 修炼 你不知道自己什么天赋条件吗 他仅仅拿我来做挥奸练习一百下 就累积了相当于跟魔王级对手战斗的经验 从而唤醒了我 我也知道我没有天分 但有伊丽莎白和你这位厉害的角色知道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的 你到底在胡说什么 我说你 乐平你先坐着 本王有事要跟这小子交代一下 我明白了 无论怎样 我都会好好配合你的乐平大哥 恕不宜迟 只允许使用倩术的前提下 灰狼公会是在招募哦 待遇从幽 有考虑跳槽的可以拿宣传单看看 香脆炸鸡 新鲜热辣 带上一份去看公会大笔 是你最佳选择 我魔力敢知道 这个城镇在举办着大型活动 人多的地方 你就能获取到更多的情报 我明白了 统治世界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好情报搜集 要本大爷陪你们来这种地方浪费时间 信不信本王把你掰成两段 乐平大哥 你有什么吩咐你再叫我出来吧 到处都是这样的宣传单 究竟在举办什么活动啊 公会大笔 伊丽莎白你知道这个吗 就是那些公会派出一名代表来战斗的擂台赛罢了 公会大笔选手入场 下注正式开始 买剑胜公会营就准没错 但这次精灵族那边派人来参加了 还有最近声名确起的卡牌公会啊 伊丽莎白 我们也去看看吧 哇 好大的竞技场啊 你们两个站住 俺那魔法验票器 检测不到你们身上有门票印记 伊丽莎白 这次交给我 我知道 宣传单上写着门票十金币 我们现在买票可以吧 可以是可以 但剩余的票都已经被俺垄断 就卖你两百金币一张好了 有没有搞错 一世界也有黄牛炒票的吗 这是VIP房间的门票 请务必收下哟 能服务二位 这是俺的荣幸啊 这 这又是搞哪出啊 请 哇 不愧是VIP房间啊 真豪华 露娜 你看 邀请名单上 有这两个人吗 第一次见大场面 有点紧张啊 把本王的零食拿出来 或许是哪个工会的人吧 毕竟他们会长帮了我们大忙 留意着的他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一起 走向工会大笔的决赛胜典 我是本场比赛的主持人 Gobble Gobble 事不宜迟 立即给大家介绍 经过重重考验 最终来到决赛的四位选手 分别是 来自剑胜典公会的天才剑客 清 来自巨雄公会的盟将 高拉 来自精灵公会的美男 特拉威 最后 最后 只来自剑胜公会的特要嘉宾 卡牌公会代表 一立福 公会大笔的冠军将录死谁手呢 比赛 开始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这个巨雄公会的肌肉笨蛋 一看就是泡沫 撵碎你们几个 撵碎你们几个 至于这个卡牌公会 刚刚成立不久 因为帮助剑胜公会 击杀入侵的六祝母 所以才破例获得参赛资格罢了 说到底 就是个棒上了剑胜公会的二流公会 就算有实力 也仅限他们会长一人 这个叫伊利福的家伙不足为止 那么 这场比赛真正能对本公子构成威胁 就只有他一人 剑胜公会的青之剑